前天22号 沙巴拿赌发生了一起恐怖的校园命案 这个命案是发生在当地的一间技职学院的宿舍里的 当时候有一名17岁的男生疑似被学院的同学围殴 然后早上7点左右被宿舍值班管理员发现的时候 这个学生已经昏迷不醒了 拿赌警局主任后来发了文告 就说即使校方已经第一时间把这个昏迷的学生送到拿赌医院抢救 但是很遗憾的 他早在事发当时已经断气 身上还有多处的这个伤痕 瘀伤 拿赌警局主任说 17岁的男死者疑似被同学发现 他偷走宿舍里面两位同学 分别35令吉和50令吉的现金后 才会被13名同学集体围殴 最后那13名同学竟然活活的把男学生给打死了 拿赌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 逮捕了13名年龄介于16到19岁的男学生 并且获得法庭批准 人扣这群学生6天来协助调查 而他们在初步的尿检当中 也都对毒品是呈阴性反应的 报道还提到当男死者的母亲 祖父听到孩子听到孙子的死讯的时候 是悲痛难忍 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家里的孩子就这样突然走了 母亲说他一个人辛辛苦苦 拉拔家里的三个孩子长大 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孩子就这样离开 再来根据祖父的说法 死者是很懂事的孩子 不只主动帮助家人减轻负担 而且是很有爱心 很有责任感的一个青年 所以做祖父的也是悲痛欲绝 那么这起在校园里面发生了暴力事件 同学之间竟然动用私刑 把疑似在宿舍里偷钱的同学打到死之后 教育部早前已经针对这起事件表明 他们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 不会对他们属下教育机构不当的霸凌行为妥协 同时呢 妇女部长南希也说 妇女部将会给予男死者的家属提供专业的辅导 那么这也是妇女部的程序必须要做的事情 同时部长也说他会跟家属同在 最后呢我们再提一点 前教育总监阿里木丁呢 接受马来报章每日新闻访问的时候啊 他有提出一项建议 他就建议政府 如果你要避免学校这一类的霸凌事件 甚至严重到出人命的事件的话呢 他认为应该要在学校校园内 张贴看守警察的电话号码 这个前教育总监认为呢 张贴看守警察电话号码的目的是要帮助学生 当他在被霸凌的时候有个保护自己的一个机制 同时让学生呢可以对霸凌行为有所顾忌 不应该在学习知识和塑造品格的校园内 发生这样的霸凌行为